大家早上好,分享今天的新闻,还是关于金正贤的,看看今天的大瓜是什么。 韩剧爱的迫降男二金正贤与女二徐之慧传出了恋爱绯闻,双方否认之后呢,金正贤与经纪公司合约纠纷曝光了。 金正贤方面认为自己与经纪公司的专属合约到今年的五月到期,但是经纪公司方面认为, 金正贤在2018年的时候曾因个人的原因出现了11个月的活动空白期,这11个月应该顺延,也就是说合约期应该延长11个月。 双方意见无法达成一致,所以经纪公司向韩国演艺经纪人协会提交了纠纷条件申请,现在还是在等待结果。 经纪公司方面指的是,金正贤的活动空白期啊,说的是2018年8月,金正贤从MBC电视剧《时间》中退出,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。 当时媒体报道的金正贤从时间中退出的理由是健康原因,但是真实情况是因为从制作发表会开始就引发的态度争议,以及与异性相关的私生活问题。 金正贤相关的态度争议首先爆发于时间的制作发表会,发表会上金正贤全程冷脸不配合,更是拒绝和女主徐贤摆post,摆清理post合影,为了宣传需要。 争议爆发当时,金正贤方面解释称他是因为入戏太深,生理心理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,并且因为该原因在时间拍摄到第12集的时候, 作为男主的金正贤就退出了拍摄。 至于异性相关的私生活问题,曝光于今天曝光于这两天的这个地社的一篇报道,地社就相当于韩国的一个狗仔队,他们非常厉害,很多的娱乐大瓜都是他们爆出来的。 地社公开了一篇报道称,金正贤在拍摄时间时排斥与对手演员徐贤的身体接触,因为两人饰演的是情侣,甚至为此不断逼迫剧组修改剧本。 让他做出一切行为的幕后人员是徐瑞芝,她是虽然是精神病,但没有关系的女主,她叫徐瑞芝。 地社报道称,时间本是以爱情线为主的电视剧,但是因为金正贤的抵触,最终变成了一部复仇剧。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一下哈。 剧中本出现男女主拥抱着坠楼的戏份,却变成了男女主分别坠楼。 原本剧本中女主温柔地给男主擦药,两人之间产生暧昧氛围的情节,变成了女主递给男主创口贴,说了一句感谢。 像这样本该为男女主感情做铺垫的爱情戏份,统统地被金正贤以自己入戏太深为借口拒绝了。 如果剧组不按照他的要求修改剧本的话,他就会以自己有近时障碍作威胁。 地社也表示,通过与原剧本进行了对比,在时间,就这个电视剧5集到第12集,金正贤与徐贤的身体接触减少了13次。 那他为什么如此抗拒和女演员身体接触呢? 原来背后有徐瑞芝的指导,徐瑞芝其实当时是他的女朋友,但现在是不是好像分手了吧? 我们现在看一看地社曝光的金正贤和徐瑞芝的一个聊天记录。 至于这聊天记录怎么拿到的,那我们就不太清楚了,反正是曝光了,我们看一下。 这是他们的一个聊天记录对话。 徐瑞芝,这里写的是,其实他原文写的是金达达西,金达达西其实就是金,他姓金嘛,金正贤,达达西就有点相应的意思,但这里我们就这么叫吧,金冷淡先生。 请把身体接触都去掉,金正贤回答,当然了。 徐瑞芝说,今天为什么不报告怎么做的? 金正贤,今天没有跟女工作人员打招呼,对别人也是很冷淡。 金正贤再次对金导演强调了爱情戏不行。 徐瑞芝,知道了,要很冷淡的行动。 金正贤,第九集的剧本出来了,全部需要进行修改。 徐瑞芝,好好改。 徐瑞芝只是删除身体接触的戏,金正贤执行了指示,结果就是第九集,本来女主应该扶起烂醉男主,并将其带回公寓放到沙发上的戏份,就变成了女主反复的说,起来吧。 俩人没有任何身体接触,在走廊就结束了这段戏。 金正贤,我的手只有你能磨。 徐瑞芝,冷淡的做一切,好好改,身体接触不行不行。 金正贤,当然了,我是金冷淡。 徐瑞芝,有好好的在做吗? 金正贤,当然了,预告的副导演是女孩子,对她很冷淡。 金正贤,都没有跟女生对视。 徐瑞芝,要好好改啊,要好好改成没有爱情,也没有身体接触的戏。 金正贤,现在是徐贤的拍摄时间,我正在跟男人们聊天呢。 金正贤,刚刚跟导演说要把爱情戏都删掉,逻辑分明的。 金正贤还将拍摄现场情况拍给徐瑞芝看。 徐瑞芝问,怎么跟工作人员打招呼的? 金正贤拍了现场的视频啊,给他传过去说,根本就没打招呼。 徐瑞芝,你没跟工作人员打招呼是对的。 徐瑞芝,要是跟他们先打招呼,你就冷淡对待就行了。 要是他们先跟你打招呼,你就冷淡对待就行了。 徐瑞芝随时都会要求金正贤发拍摄现场的视频和音频。 而金正贤也会听从他的偷偷的按下拍摄按钮,将相机的摄像头转向拍摄现场,然后发送过去。 徐瑞芝,我现在心情不好,拍下现场情况发过来。 他金正贤马上就会发一个现场视频给他发过去,让他确认一下。 你怎么发的,怎么不是拍摄现场啊? 他说是拍摄现场,是在摄影棚里。 我一直在看剧本,但没干别的。 徐瑞芝,把爱情戏修改了没? 徐瑞芝,因为我,你很幸福吧? 你也让我更幸福哦。 金正贤,我要看剧本了。 徐瑞芝,好的,好好改,记住身体接触,爱情戏不行不行。 好的。 金正贤仿佛是一个掉线木偶,被徐瑞芝操控的完全掌握在股掌之中。 在剧组,他是生理心理都有问题的,不能拍摄爱情戏份的男主。 在徐瑞芝面前,他是什么都会乖乖听话的优秀爱人。 帝社也称,时间剧组的现场工作人员都对金正贤表示很愤怒。 拍上半身的戏份时,他俩是分开的。 拍摄徐瑞芝面部的时候,就不会拍到金正贤。 徐瑞芝为了投入感情,将手放到金正贤的脸上,金正贤就立马将头转过去。 我们都觉得看着很荒唐。 另一个制作的相关者说,他在现场一直要求改剧本,让删掉身体接触。 如果不愿意,他就会突然跑出去干呕。 还有人记说,崔浩哲作家在播出中期就得了盲长言,挂着血带在工作室工作,大家都很拼命。 制作发表会事件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,他根本就不配合徐贤。 徐贤的内心也很受煎熬,在现场哭得很厉害。 武术团队也很生气,有场戏是徐贤要被车撞,金正贤为了不进行尸体接触,就要用手给挡车,他又不是什么钢铁侠。 对于地社的报道,金正贤所属的经纪公司和徐瑞芝所属的经纪公司均表示不知情,正在确认。 当然,金正贤所属经纪公司与他正在进行纠纷,自然不会向着他说话,而徐瑞芝所属经纪公司也没有表示出明确的态度。 这两天,金正贤的黑料全都被扒了出来,也就是对徐贤冷脸的事儿,没想到,地社直接就曝光了金正贤背后的徐瑞芝,这瓜真是越来越大了。 没想到,通过这个事件,既然把徐瑞芝的黑料也都爆了出来。 徐瑞芝就是虽然是精神命,但没有关系中的女主,她跟金正贤一起合演的电视剧。 这下瓜会越来越大,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吧。 谢谢。